Hello,大家好,我是大脸猫猫姐,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,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。 在互联网营销中重点考虑的事项,全球各大互联网巨头对移动市场的争夺已经到了白热化的阶段,无论是电商平台,社交网络,搜索引擎,还是O2O,互联网,加等一些概念,都在为移动互联网的布局加快步伐。 在国内,最大的搜索引擎服务提供商百度,早在去年就已经布局了移动互联网,将其PC推广和移动推广完全分开,在年底就实现了移动端流量和盈利双超PC的大好局面,也推动了国内移动网站建设市场的迅猛发展。 在国外,据英国媒体20日报道,谷歌,Google,将从21日开始修改,其搜索排名算法。 新的谷歌算法,将青睐那些对移动端友好的网站,同时那些未能满足标准的网站的排名,将出现下滑。 搜索引擎优化专家将此次修改成为移动友好。 他们预测,没有对此次修改做好准备的企业将受到严重影响。 根据移动营销机构SOMO的研究,在新的谷歌算法下,全球一些最大企业将受到的惩罚,包括范思哲、Versace等时装品牌。 微软、Windows Phone等科技网站以及Legal & General等金融服务公司,具有讽刺意味的是,欧盟将成为可能被谷歌清算法惩罚的对象之一。 欧盟反垄断部门,本周曾指控谷歌非法利用其在线搜索领域的主导地位,谷歌提供的一次在线测试显示。 欧盟的Uofa网站对移动部友好,在网站文字太小不易阅读,链接靠得太近,内容宽度超过手机屏幕。 此次谷歌算法的修改,不会影响平板电脑或台式机电脑的搜索。 但移动设备现在占谷歌全部搜索的一半以上,因此一些企业网站也将受到其影响。 毫无疑问,在国内外两大搜索引擎巨头先后调整其移动端搜索策略之后,国内的SEO、搜索引擎优化和移动网站建设市场又将进入新的机遇和挑战时代。 移动端优先战略或将成为未来企业在互联网营销中重点考虑的事项。 有没有成本更低,更快速度完成Google排名推广的办法呢? 答案是有的,在视频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,采用关键词布局加视频内容,在同等常委词条件下,视频能秒收录且排名靠前。 有很多朋友会说,拍视频的成本太高,海量生成不现实,所以,今天推荐一款SEO神器给大家,CAT Video,采用AI引擎,关键词布局加自动生成海量视频,并同步发布全网社交媒体,帮你捕获精准客户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